今次請到何樂仲先生Leon來為我們講一講 Leon曾經是上市軟件公司RedHack Inc.的軟件工程部經理 管理過一支多國小組負責國際化產品的工作 在2005年的時候他創立了Stepcase Lifehack 一個關於生產力和個人發展的網址平台 現在已經是全球四十大網址之一 而Stepcase曾經被主要的媒體 例如時代雜誌、Business Week等等的報道 他亦都被Business Week選為 Top 24 Young Asian Entrepreneur第四位 今天他會跟我們講一講80後事業新方向 我們有請何樂仲先生和我們出來聊聊天 其實何先生 大家可能在在的朋友都未必認識太多 簡單兩句介紹一下自己好嗎 OK 我就在澳洲那邊讀書的 2001年就年頭畢業 那時其實做過在讀書的時候 創過小小業的一輩子 就做了一些網址 但是那時 2000年你知道的年尾 就是一個 網絡的爆破 很多網絡公司石沉大海 那時我就跌了心水 就找工作 找了一間公司叫Red Hat 做一些open source Linux solution company 那時在澳洲那邊 就在他分行做engineer 那一做就做了六年 那中途就升了幾次職 到最後就變了一個經理 就管九個人 就是這樣 按照你這樣說 其實就是Red Hat 就是一間很著名的公司 那其實工資不錯 又升職了 但是為什麼你又會回香港 無緣無故想回香港創業 孤身隻影 又沒有人幫忙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 很多時候你打工 打工一開始的心態 其實都是想 就是你的career 但是你一直在那邊 你一直想說我想升 有engineer 那就是升職去一個team lead 升一下升一下 就變成一個manager 你是做很多年 你都是為了彈球升職 但是當我去了一個位 就是2000 2005年的時候 真的升做manager 就是我的好似的願望 就是第一步的mouse song 已經達到了 我就想說 其實人生 打工 或者做work related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為了升職 加工 為了管到很多人 那我當時好像一個中年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讓我想到這些複雜的問題 那我反而就說 其實一開始我喜歡些什麼呢 我是喜歡可能做一些 其他人沒做過的事情 或者喜歡做一些 別人不用叫我做 我自己會找到的 特別的creative的事情來做 那我創業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令到我可以任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選一些比較 我覺得是有機會成功的事情 我可以做 而可以真是主權 有權 有權 有control 這樣一路 develop 一些東西下去 那你那時候就決定了 孤身製影 我要回來香港創業 但是 人生路不熟 那怎麼辦呢 你又沒有朋友 都認識了 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那些朋友 那你怎麼建立回 那你人際網絡 你知創業 其實要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才可以做得好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 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的呢 那時候 我其實在香港出生 六年級就去了 真的回來 完全是 不認識人的 真的 只有親戚 這樣 但是我之前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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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 製造一間公司之前 我來過香港 做一個視察 那我那時候 就在 我的blog 那裡 認識了一個 一個 reader 那他也是做IT的 那其實 剛剛 我想在一個 機緣巧合 他認識很多人 那我就問 我想創業 我想做一些 web 關於web 關於mobile 的product的東西 有沒有 香港有沒有創業者 做類似的東西呢 我想問他 例如 這裡請人辛苦 啊 這裡會不會有很多support 我想問他這些問題 那他就介紹 就有三個在香港做web的創業者 創業者 創業的founders 那就跟他聊天 吃飯 那就 一路 就是透過他們 一路延伸 join 一些community join 就是去吃飯 去一些不同的function 去一些event 那一路 認識不同的人 那一路 擴展自己的網絡 那 好了 那你累積了網絡 慢慢就開始創業了 但是就 現在呢 你的live hack 都算成功了 那這個成功 這個成功創業了之後呢 你發覺 作為一個80後 你創業了 你有沒有給其他 或者 50歲的中年人去創業 有什麼特別的優勢呢 或者 你覺得 創業其實有沒有年齡限制 說50歲 你不要創了 還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 那樣 80後 或者80後 坐一坐 你覺得 是怎樣的呢 有幾個層次 我聽過一些故事 特別在外國的故事 他們會 可能 五十幾六十歲 他們有一筆 可觀的 退休的禁 他就不會 我就慢慢撕 他反而說 我的退休禁 可以開一間咖啡 開一間餐廳 或者做一些 他真的 五十年前 沒想過做的事情 我見過很多這些故事 也都見到一些故事 就是特別在美國 例如 植谷那邊 很多的年輕人 甚至他們 還沒讀完大學 甚至他們 就這樣讀完大學 他們 不找工作了 直接創業 其實兩邊都有兩邊的好處 就是 年輕人我覺得 有一個優惠 有幾個優惠 第一個優惠 就是 我們見到 學生 其實他們的 生活的 要求很低 他吃幾餐公仔麵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你去到 你做了幾年 你就說 唉 我要吃一餐 起碼五餐 都有一餐正 是不是 這個是很大分別 那個生活的要求很大分別 創業呢 最重要就是 要 要抵抵 要抵抵 那就變了就是說 如果你 生活的價值又低 特別做IT IT 你做一些軟件 其實靠你的腦 靠你一部電腦 已經可以開始 你做一些產品 看看有沒有人用 那就變了 他 創業一開始 門檻低了 他建立的 那個success機會 會增高的 還有他 特別年輕人 Energy 會更加高 他扯了幾天 通宵都沒什麼所謂 OK 在你的角度看 其實作為一個創業家 你不只是說 我肯捱肯吃公仔麵就可以了 那其實還有什麼 特別的心理特質 或者 什麼個人素質 性格 必備的呢 你覺得 第一 我就 我做了兩年多 自己出來做生意 做了兩年多 其實最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 一路你要學 一路你要學得快 我想 很多人會看 我 可能做programming 很多人會問我 你怎樣學會 來iphone development 怎樣學會 來iphone development